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加入我们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 王宏威 浅秋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 张雨萱 青春小岛 当然最新的一些话题 仍然是在立法院的综预算案 继续朝野协商又破局了 点菜这个说法 让大家觉得这个脚步 角色是很错乱 然后我们纳税前 当作他要去餐厅点菜 好像要点奥客 可是是不是 这符合他的身份跟角色 卓榮泰因此被说 你是要兵斗 是要做奥客 他说看被划错重点 重点不是这样的 他重点是针对禁法补偿问题 依照宪法 预算法 财政纪律法 行政院要取得社会共识跟理解 立法院征询的行政院意见 应该要共同指出 弥补资金的来源 还要解决问题 重点是这个 但他这个举例 的确是让大家错乱 甚至觉得不伦不类 他还讲了一句说 立法院征询解方 根据规定 反正我好像碰到烂老板 还是怎样 所以就一次而已 帮你们补回来了 下不为例 而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代表说 在野所要求的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才会只有一次下不为例 好像教训孩子一样吗 那当然也就协商必然破局 亮哥怎么看 他说这叫做赖着体制的乱政 听听他的说法 赖着体制在乱政 内忧外患不断 你怎么可以违宪到这种程度 好意思在那边夸口 台湾的民主 你是不是笑死人 说要多宣传 让国际多了解 国会通过的法律 你行政院可以不遵守 讲给美国众议院听看看 讲给美国参议院听看看 讲给日本国会听 还有欧洲议会听 欧洲各国 你讲给他们听看看 就连中国大陆 人大通过的法律 国务院也是要遵守 这种同样的道理 同理可证 之前国会改革法案 美国的议员也很惊讶 为什么资政院议员 不想要这些基本的权利 好 卓冬他这个态度是什么 是要翻桌 是要倒阁 是要下车吗 因为他在质询 背询的过程当中 好几次讲到 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下台 那是什么概念呢 TBS最新民调告诉大家 在这个卓内阁的 民调满意度上 比上一次直接掉了三个百分点 那么34%是不满意的 满意只有三成四 而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也一样 第一次跌破了四成以下 来到了37% 也跌了三个百分点 上一回测的时候 在上个月还有40% 不满意的程度也飙高了 这是不是一个警讯呢 代表这两位 现在在不管是立法院 或者是罢免案等等的表现 会被民众觉得 没有办法让民意满意呢 所以很多PT讨论是说 预算案不过到底代表什么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政府施政无能吗 合理编列预算 当然预算才能够被 叫做厨师炒出来菜 民意选出来立委可以接受 结果该推荐就 要形容叫该该叫 大家监督了就觉得被瘫痪了 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协调 所以在很多网络上讨论是说 如果像这样的施政的状态 不用等左岸打来 台湾自己就乱了 就垮了吗 舆论有没有站在民营党这边 看起来各家民调 这一次都不见得 民营党是符合有正当性的 所以为了总预算 说被形容叫睁眼说瞎话 当然无事要今天早上 除了这个玩发文 说谁卢志强偷拍他 如何如何 他谈的总预算协商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立委不审预算叫做赌值 现在在野党不审预算是赌值 那用26亿去卡3兆的预算合理吗 这样合理吗 当然我也觉得不合理 但问题是2025年的治水预算有550亿 媒体政策宣传费14.9亿 这样合理吗 所以不是更不合理说 只不过是三兆的预算 26亿或者是甚至14亿 在拨补的原民通过的法令的条例 金额为什么补上去呢 他也不合理 只是他觉得是在野党的责任而已 所以政策协商的总预算 是这样子的 主席长说有个办法可以补足 用2026年的预算协助来补充 等于再后一年 再往下一年 干脆讲30年后20年后 用下一年的预算来补充 这有办法做到吗 那看到媒体上的画面是说 韩国瑜院长听到这个说法 看了一个 其实为什么 这怎么有办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跨年度的编列 最后因为没有详细的说明 总之朝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进法补偿26亿占总预算的比例是多少呢 0.086百分比 所以当蔡政府述发布成立的时候 花200亿刚刚好 2025年总预算是86.59亿刚刚好 所以这个给原民合法该有的补贴 就不合理了吗 这个比例原则一比就觉得 这个民意大家在心中 那么余大雷这个驻美大使 在美国受访的时候的一番言论 在Fox上面的言论说 台湾民众已经准备好了 要作战 那在立法院许晓星说 分析出来发现 这个作战的概念是什么呢 内政部有一本 消防署出版的 战术紧急伤患救护训练手册 叫做TECC 这个手册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到时候是不是要发出来不知道 总之这手册里面告诉大家 有一条 随堂测验答案 有时候最好的救护是什么呢 不是试图去救伤患不用救了 是去歼灭对手 这个要怎么做 我若是一般人 或我负责的是医护救护 我要去歼灭对手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救护 所以江苏文说 这个计划是卫福部花钱多少钱 这比一比用钱来算 76亿做的计划 内政部8亿国防部5亿等等 编列起来三年计划 95%预算 都是密件 不能告诉别人 是不想被监督吗 而这样的做法 是让我们作战能力具备了呢 还是花钱能力具备了呢 许玉珍则说 他根本查不到 所谓TECC手册的标案 那跟经过了解 这个所谓的标案 不用成立是因为来自于 美国民间组织的捐赠吗 那民间机构找任何人合作出盘 为什么找的是消防署 最后捐给的人又是谁呢 小心找一找 把脉络连结一下 原来是吴亦农的 壮阔台湾跟TECC关系密切 是由TECC认证的这个壮阔台湾 来一起做整个训练 还有各种的可能 包括民防疫情 还有基层远警 都一样 壮阔台湾做后盾 计划执行合作 那当然预算也是他拿了 台湾民进行会 也有个最新民调出炉 对于国军的信心危机吗 除了司法危机 执政危机 国军的信心危机也是如此 台湾人对于国军 防卫台湾能力的信心如何 中信的选民51%等于过半 是没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只有3成9 那大家开玩笑说 难道这个没有信心的五成民众 会被认为中共同路人吗 还有台湾是不是担心 中共随时会军事封锁台湾 这个问题 我们都还叫部长在国外 还有在这个我们的驻美代表 都是这样说的 但台湾民众怎么看呢 有50.3对于国军防卫能力 没信心 却有55.8 也不担心中国对封台 是不是还蛮矛盾的 他可能不会封台 也不担心 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力防卫 所以这也是台湾现在的 阿Q现况 余轩 立法院的状况怎么看 卓龙泰 我觉得他不是话做重点 是他自己比喻不当 他连自己的角色跟身份 都搞不太清楚 今天行政院 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是花钱的人 立法委员是要付钱给他的人 我就请问这个逻辑上来讲 立委比较像是顾客 那你作为一个服务业 你应该是顾客至上 你应该是冲到让人家 不然你才对 否则你店家怎么做生意 今天客人来跟你讲 四道菜你给我算一千块 太贵了 拜托的老闆 还送钱好吗 老闆 老闆 老闆公司你知道吗 你出去 是你把立法委员说 那就不要拉倒 四道一千 不就别吃了 是你这样子的 是你跟人家拉倒 所以你不是客人 你搞清楚 你是老板 但今天老板跟客人之间瞧不容 那要满意要怎么样满意 你比如说四行 你菜就四行 四道菜 说好了不然我算你八百 砍预算 对不对 而且我也不要 他说好那你要五样是不是 那五样你说一千块 你又闲说这样子不合 那你就950 975 有一个村庄 哪有人说行政院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没有就这样打 我们就踩到底 就是四道菜一千块 你是老闆 你要搞清楚 今天你要服务的是立法委员 你本来就是省预算 省是谁负省 立委负省 再来第二件事情 吴思瑶跟人家讲说 这个为了我们讲的26亿 卡三兆元合理吗 对 我也觉得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你不就加进去就好了吗 你也知道这个不合理 为了26亿 我们赚百分之多少 0.086 然后在那边捏换 换在那儿 就死都不配合 也不协调 也不妥协 今天你知道行政院要的是什么吗 就是我要的就是这样 买到来买到台 我就坚持要这样 你如果不配合 那我们就要来杠到底 他就要翻桌 所以你知道现在卡预算的人是谁吗 是谁害那些今天没有办法发吗 谁害预算没有办法过吗 对 就你行政院 就你佐隆泰 所以才会解释一个事情 赖清德的民调我们不谈 那我大家好奇的是 为什么你佐隆泰的民调 就足足比赖清德少了10% 就对你不满 这连民进党人都觉得 你这个行政长做的乱七八糟 否则你应该跟我们总统一样 你为什么民调不一样 再来第三件事情 你知道佐隆泰现在什么心态吗 我跟你讲也不是老板 他现在心态叫做代退老兵 全世界都知道 你佐隆泰叫做过渡隔魁 换成你待不久 你就上来撑个场面 电个档的 你不会是热门八点档 你是电档的作品 但是佐隆泰心理知不知道 知道我顶多电档个一年 所以你现在剩下的时间剩多久 可能就半年 他在想说反正我做得好 也是半年下台 做不好也是半年下台 所以你知道他最后干嘛吗 他在发挥他的剩余价值 他在最后一点时间 把自己发光发热燃烧 意思是什么 反正我都要下台了 所以我呛响 呛响什么不然你来倒戈 你来倒戈我 我跟你讲在党没那么傻 不倒戈你 你也是半年之后就回去吃自己 回去民进党去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很显然他们铁了心 吃了剩多铁了心 要干嘛 跟在野党对抗 而对抗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预算 他想说反正我摆烂 预算我还是有得用 大不了按照去年度 我就在2026 2028 跟你决一死战 真的是没有在怕的 洪威可不可以重现一下 朝野协商的现场 有诚意吗 当然没有诚意 而且尤其我们在礼拜一 这个朝野协商之前 然后卓罗太就发了一个 不伦不类的这个脸书 那个脸书刚开始大概看不懂 什么一千块 点菜 他到底要干嘛 他拿得自我们纳税钱好吗 对 而且老实说 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你觉得发那个文适合吗 对不对 第一个如果这个是小编帮你发文 你应该去骂他 你在发什么东西 这是行政院长 你不是一个什么名嘴对不对 然后又还讲说 你们餐厅也可以赶我走 后来就说 他是不是一直就说 他要倒阁 倒阁权也是在立法院 对不对 老师说 我干嘛要配合你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演出 如果你真的已经做不下去了 你真的已经倦情了 你受不了了 那你就自己下台 你就自己下台就好了 也不用找交保官了 对啊 你也不用去指示我们 或者是还暗喻我们 或者来怂恿我们来给你倒阁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明年的大罢免朝 这个可能不如人意 干脆你们去倒阁啊 大家全部重选啊 好反正就冰斗 全部重来 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 之前不停的搞对抗 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的不遵守法律 所以刚才那个亮哥讲得很对啊 什么叫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国外是三权分立 这个中华民国是五权分立 那么有你总统府公告实施的法律 结果呢 不算 不算数 真的 如果我今天按照吴思瑶的说法说 哎呀 如果说立委不省预算是独职 我就同样来造句 我可以讲说 新政院不遵守法律 叫做诈骗 不遵法律不就诈骗吗 你就代表说 我今天公布出来的法律 事实上告诉人民误会一场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一再讲说 你们要搭诈骗集团 我们不会当帮凶 所以在昨天的这个 整个的少野协商里面 那突然那个主记长 讲话声音又非常小 突然想一个说 那这样好了 那明年呢 我们就全力配合 不够的部分呢 就是在一百一十五年 再来再来做补充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个院长 韩国瑜一提到就是说 我们休息十分钟 因为我完全不晓得在讲什么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行政院照理说 一般朝野协商 尤其院长在协商 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些 什么样的对案 你也应该让主席 事先先知道一下 我们待会儿可能会提出一下 些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让主席知道 让主席才好 帮你再做协商 他就蹦这样子 而且他话讲一半 他其实话是讲一半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觉得你没有诚意 院长在所谓的朝野协商之前 发一个不伦不类的脸书 这代表地出橄榄枝吗 还是呢 是跟这个我们的立法院 跟国会在对呛 说不然嘛 他是寸土不让吗 对 不让 而且就又说 不然你倒阁吧 不然你有种你倒阁吧 就这个意思 请问一下 你前两天给说要吃朝野的 什么大和解饭 然后现在来说要倒阁 然后现在又突然讲一个 就是在威胁说 你们的话 你们就是独职 什么叫独职 你们不遵守法律 才真正的叫做独职 其实我跟你讲 在野党非常想省预算 我讲了好多次 在野党非常想省预算 因为我们很想砍预算 里面它有浮编的 烂编的 瞎编的 我们想要砍预算 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办法 顺利的去复委 是你们一直在对抗 而且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民意党一直不停的 一个很简单的 遵守法律 他都不愿意做 所以真正的卡预算 不是在野党 是你民进党 兵哥 那当我们驻美大使 都已经公开在福斯 Fox频道上面讲说 我们台湾民众都打转 准备好了 我们要作战 要打仗 所以编这个手册 战术紧急伤患救护训练手册 不就是应该作战的准备之一 所谓的备战之一 为什么还用秘密的预算 然后花了这么多钱 光这个预算计划就要76亿 还有各种还没执行 对 我是觉得很奇怪 你这种东西可以编76亿 而且大家都看不见 我也不知道谁在执行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干嘛 好神秘 对 这个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76亿怎么花 这不需要被监督吗 然后这个钱 为什么是由民间机构来捐 这也很奇怪 我们政府可以随随便便接受 可是他有预算 花很多钱还是有预算 所以也不是完全捐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有必要去公租于是 让大家知道 而且我觉得 政府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走向全民防卫 那就老老实实跟大家讲 告诉大家台湾现在身陷危机中 随时有可能打仗 我们就是要全民防卫 为什么这个政府很奇怪 你明明要往这个方向做 然后又不敢讲 就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台湾到底是危险还不危险 所以才会出现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55%的人认为 不会打 没事 因为政府说没事 可是如果一旦打50% 又对国军没什么信心 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矛盾 其实一点都不矛盾 为什么 因为台湾已经太久没打仗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应该不太可能会打吧 对不对 因为你看演习演这么多次 也没有真的打 所以应该不会打吧 可是问题是 其实这种状况 对台湾才是最危险的 当大家都觉得不会打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打来 你就措手不及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政府 如果你有心要防卫 那你就光明正大 别预算 告诉大家预算怎么用 你要怎么样征召民众 要怎么样动员民众 全部讲出来 然后都不敢讲 又怕影响选票 是啊 那这样的话 全民怎么防卫呢 根本不可能防卫 老实讲民进党老是在做贼喊做贼 我今天还听到吴思耀在那边讲说 哪有叫单方面一直让 我们行政院单方面一直让 他们到底让了什么 完全没看到你们让什么 手动态什么叫下不为例 我都不知道 奇怪 他们的逻辑非常奇怪 我立法院为什么要去跟行政院商量 我立法院为什么 是你行政院要负责执行立法院的 决议 你应该是你如果认为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 你要来跟立法院解释 为什么你不能执行 而不是立法院要去跟你行政院报告 你到底这脑袋有动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你到底知不知道 五权分立是什么意思 所以卓龙泰这种人根本完全不私人 不过没关系 他就是个炮灰 在那边电档混日子 没关系你就继续混 有种你敢去视线 有种你就倒戈 我笑你不敢 立法院代表的不就是民意的付托 如果行政院态度是这样 那根本根本没有不可能有协商的结果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